台东三人进滩不嫌少 爸爸带着儿子在沙滩上一步一脚印 剪着地上的垃圾 父子一同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好一副动人的亲子画面 台东大学研究生吴学如 应有感台东海滨公园垃圾不少 前天在网路上发起进滩活动 没想到昨天到海滨公园时 发现近无人参加 但他仍坚持一个人进滩 好在过了15分钟后 一名马爸爸带着两岁儿子前来帮忙 人数一口气变成三倍 巧的是两人还是来自桃园中立的同乡 你有感觉到台东的环境很天然 但垃圾很平均的 垃圾很多 还好耶 比观音好多了 不要感觉 因为自己平常会喜欢海滨公园 就是看学习 然后就有时候常常会看到一些 垃圾小垃圾啊 然后就觉得可以进自己的一顿心里了 那你刚才为什么没有想说懒惰 就是想说没有人看算了 没有人参加就算了 可是也不是为了要跟大家一起来剪才不够我 本来就要剪 只有自己本来是意料中的事 意料啊 有没有人称赞你说这种 遵守自己心用的人 真是真男人一个啊 来来来 有现在有一个了 谁 你呀 我 看我就是了 看我就是了 最后连记者都大受感动 加入帮忙行列 来我帮你 我帮你拿这一袋好了好不好 等一下 三人最后花了一个多小时 清出约8公斤垃圾 还相约 下次不管多少人响应 还要再来进摊 动新闻 给你们三个人拍拍手 报道